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Avada主题和Astra主题 这两个主题哪个速度快 从前台来看 是Astra主题速度快 因为它的加载量很少 这个Avada主题 从一开始到现在 它的加载量打开速度 一直口碑不好 但是实际上用下来 Avada主题的速度 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 是因为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Avada主题 它的弹幕演示站很长 内容很丰富 甚至还有很多国外的网站的链接 所以我们在国内 打开Avada主题网站的时候 会显得很慢 Astra主题做的就比较讨巧 它的弹幕演示站 内容比较少 效果也比较少 所以说在这方面比较讨巧 所以它的加载量 是比较少的 如果内容一样多 其实Astra主题的加载量 还是要比Avada主题要少 这是第一个误区 是加载量的问题 Avada主题速度慢的第二个问题 默认开启了很多功能 因为Avada主题 它有很多功能 它的后台基本上也都是开启的 虽然有很多功能是可以关闭 可以不用的 但是它都给用上了 所以打开速度会比较慢 Ast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 它们是从零往上加 就是说默认是没有的 我需要几个功能 给它加几个功能 不需要的功能都禁用了 甚至都没有安装 所以它显得比较小 运行起来很流畅 但当我们真正用的时候 需要开启它一些Pro功能的时候 还是会额外安装一些小插件的 有的插件会把网站速度拖累的特别慢 所以说Astra主题加Elementor编辑器 在速度方面它比较讨巧 Avada主题显得比较笨重 容易给用户造成Avada主题速度很慢 这个错觉 其实它的慢 很多都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速度快慢 还有谷歌的评分高低 像这种公开的问题 Avada主题它也算是一个主题大厂 它的技术团队不可能看不到 它也不会故意遗留这些问题 因为它们的产品一直在优化 从本质上讲 我感觉Avada主题和Astra主题 在速度上区别并不是很大 但如果硬要说速度哪个更快 那肯定是Astra加Elementor 但是从用户体验使用角度来对比 我感觉Avada主题更略胜一筹 光是安装就能看得出来 在Avada主题里面只需要安装一个主题 再装两个插件就可以了 一个是核心插件 一个是编辑器插件 用Astra主题做网站 我们先需要安装一个Astra主题的免费版 还需要安装一个它的Pro版的插件 再安装一个Elementor编辑器的免费版 然后再安装一个Elementor编辑器的Pro版 至少得安装四个东西 根据用户的需要还要安装其他的扩展插件 当把这些扩展插件都装完了之后 这个网站也显得很慢 因为Astra主题Pro 它下面有大量的扩展插件 还有ElementorPro 它也有大量的扩展插件 只不过这些东西都没装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